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团服务是导游工作程序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做好接团服务工作能够迅速获取旅游者的信任 为后续工作打下有利的基础 地培的接待准备是从街道旅行社分配的任务 领取盖有旅行社应张的旅游接待计划之后开始的 充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能够使地培始终掌握好服务工作的主动权 做到心中有数 从而有气化有步骤的完成接待任务 接下来我们进入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环节 一起走进宁波中国青年旅行社 看看导游小秦是怎么做的 小秦那个4月15号有个地接团你要去带一下 然后我这边把一些情况跟你讲一下 然后是总共客人是10个人再加上一个全配 总共10加1 然后第一天的话接团以后就市区观光一下 晚上你把他们安排到开元明都住酒店 然后这一天要含一个晚餐的 然后第二天我们去西口一个套票 然后回来以后还是住在开元明都 然后那天要早餐中餐晚餐 第三天去一个普陀山 然后普陀山回来以后你要送机场下午5点40的航班 这一天要办理退房 然后一个早餐和中餐就可以了 这个是一个简化的行程表 待会下面我给你付了详细的 待会你去看一下 然后的话这个是一个地接团 他们过来的单位是北京风光旅行社 然后这个团队有个全培华杰 他的联系电话在这里 到时候你跟他联系一下 发一个欢迎短信 然后给你安排了一个马师傅的车 车号是泽币10592 然后这是马师傅的短号 我刚才给你算了一下 就整共因为是十个人 然后开元明都要用五间房 加上一些吃饭的费用 以及门票的费用 还有车子有一部分过路费 总共需要向财务科去预资 一万块钱的经费 然后我已经报备给财务科了 你到时候待会办一下手势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计划单 然后接下来 这个是一个详细的行程表 你到时候看一下 因为它每个点的时间你要扣一下 尤其是最后一天送飞机的那个时间 然后各个明细的门票价格 以及住宿费用都写在这上面 你到时候看一下 尤其是这个发票的抬头 一定要注意一下 先给他们先开好吗 对 要开好的 他们要带走 好的 然后再过来 这个就是给你的一个 每天要做的一个费用清单 然后你反正发生过一下 就把它记下来 然后汇总最后给我报销 然后待会我给你交接的地方 有行程单 我刚才给你了 然后我们这个交接单 我待会填完 然后你给我核对一下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双方签字就可以了 这个是游客的名单表 就在上面 然后翻过来 这个是国内团队文明旅游的一个登记表 这个表格 可能原来是没有的 后来响应了一个国家号召 需要客人签字去拿 对 需要客人签字 就要做到文明旅游 这个很重要 这块一定要 这个是一个行前的 一个简单的 一个要准备的一个东西 一个清单 然后翻过来 这个是用车的 就刚才马师傅的车 待会你做一下登记工作 然后这个是 车单要去填一下 要填 然后这个是 现场的一个车舞厂 尤其安全带啊 预火器啊 这些非常重要 这个是驾驶员去签字的 这个是你检查他的车 检查好以后 相应的打勾 回来给我报销 下面的最一个就是 导游工作小鞋 这是你最后送团以后 就是把你这一次旅游的一个 大概情况写一下 看看有什么需要改进的 这个是一个小节 然后这个是游客的意见反馈单 也需要 需要每位客人的签字 对 需要每位客人都签字 交回来 给你准备的大概 十份左右吧 就这是一个计划单 就你仔细的看一下 然后最终给我报销的时候 这些东西都要 同步交给我 我需要的东西 你要帮我通过 好的 好的 我在那里 你看一下 那个全培是住在哪边的 全培要住在 客人明都旁边有个卢家酒店 单独给他安排一间房 客人什么单位的呀 客人是一家建筑公司 建筑公司 层次会比较高一些 好的 那我需要买点水了 对 这个你倒是提醒我了 你每天准备一瓶矿泉水吧 放在车上 对 司机帮你买一下 好的 好的 到时候我跟司机说一下 打个电话去吧 好的 然后他们北京吃辣吗 好像不怎么吃辣 好像也不怎么吃海鲜 不吃海鲜的 对 具体你跟那个 那到时候给他全培打个电话吧 对 全培联系一下 行行行 我知道的 团队比较重要 到时候准备工作做得仔细一点 好的 一切顺利啊 嗯 好 走了 在刚才的角色扮演中啊 宁波中国青年旅行社的 纪调和导游 其实在进行一个 接团任务的交接 计调结合公司的一整套表格 向导游简要介绍了这一次 接团任务的基本情况 与注意事项 导游人员需要结合 计调的介绍 认真熟悉接待计划 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 从理论上讲 地培的准备工作啊 主要是业务准备 知识准备 物质准备 形象准备和心理准备 其中最重要的三项任务就是 熟悉接待计划 落实接待事宜 和准备必要的物品 我们接下来为大家逐一分析 第一 熟悉接待计划 旅行社计调与导游交接任务之后啊 导游人员还要进一步熟悉接待计划 在这一过程当中呢 导游需要特别注意的信息点包括 旅游团的概况 如组团社名称 全培姓名 联系人姓名电话 客源地等 旅游团的成员基本概况 如旅游团的性别结构 职业构成 年龄层次 宗教信仰等 旅游路线的细节 交通票据情况 住房要求 餐饮要求 游览要求 以及其他特殊要求 这里可能会涉及两个基本业务知识 老师给大家补充一下 一 自然单间 自然单间通常都是在团队旅游中产生的 如果一个团队的总人数为基数 就会出现一个人住一间的情况 即产生自然单间 即使团队总人数是偶数 也可能会出现自然单间 比如一男一女 但并非夫妻或情侣 就会出现两个自然单间 二 OK票与Open票 OK票即已经定妥日期 航班和机座的飞机票 Open票是不定时课票 其实就是指定航班 但是航班日期不定 可以随时使用的票 在使用前一般都要提前向航空公司确定位置 第二 落实接待事宜 在旅游团的接待中 涉及各方面的接待环节 如交通 住宿 用餐等内容 这个时候就需要导游在上团前进一步落实 一 落实接待车辆 地培应与司机或交通运输部门 核实接团的车型车牌号碰头的时间地点 以确保提前到达接站地点 如果接待大型团队 车上应贴上醒目的编号或者标志 二 落实客人住房 地培应熟悉流团锁住饭店的位置 盖框 服务设施和服务项目 核实流团锁定房型 房间数 是否含早餐及其类型 如有必要 地培还应该亲自前往饭店 向有关人员了解团队的排房情况 主动介绍团队特点 与饭店接待人员配合做好 接待工作 三 落实用餐事宜 地培应提前与有关餐厅联系 确认旅游团日程所安排的 每一次的用餐情况 在确认时需要讲明旅行社的名称 团号 人数 用餐日期 餐次 餐饮标准 特殊要求等等 第三 准备必要物品 地培应该根据旅游团的特点和工作需要 准备下列物品 一 职业证明 如导游证 胸卡 名片等 这里应当注意的是 国家旅游局实施电子导游证改革之后 导游人员必须携带导游身份标志 二 业务用品 如接待计划 结算单据 必备现金 接站牌 导游旗 扩音器 旅游车标志 宣传资料 游客意见调查表 导游图 导游图 寄示通信本 以及供应范围内的饮用水 水果 小食品等 导游人员可以按照如下格式制作接站牌 在接站牌的上方 A处写下组团社名称 B处写下客源地 C处写上团队代号及权培或领队姓名 在D处写下接团社名称 书写时注意使用鲜艳的颜色 并书写粗字体 三 个人用品 如工作包 防护用品 手机 备用电池等 除此之外 我们还可以根据旅游团队的特殊要求 为残疾人预备轮椅 拐杖 为探险旅游团准备所需的帐篷 防寒衣物 防雨用具等有关工具 希望同学们能够牢牢把握 接待准备工作的要点 并能在实际工作中活学活用 这次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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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